近日,波音737MAX8客机,前年发生两起坠机事故成为全球焦点,惨痛的教训,令大多数国家的航空公司,第一时间全面停飞这一机型。 根据目前公开资料分析,这两起坠机事故,很可能都源于波音737MAX8客机家装的自动防湿速系统MCA4,机动特性增强系统。 关于自动防湿速系统媒体,已经说得很清楚,但选择该系统背后的发动机,却比较少被提及。 今天,我们就来说说这事。 失事的埃塞俄比亚航空302号班机自动防湿速系统的任务,是为了帮助机组人员在驾驶飞机的过程中,避免出现机头抬高到危险两脚而发生湿速的情况。 如果出现这一情况,该系统可以自动操纵多年,将机头降低,增加空速。 但是,一旦飞机的公交传感器出现误判的故障,将错误的飞行两脚数据传输给自动防湿速系统,就会导致该系统在正常飞行的状态下,将飞机转入俯冲状态。 这时,飞行员如果无法关闭自动防湿速系统,或者在手动操纵情况下,无法抗衡自动防湿速系统的控制,在印尼什航追击事故中,据称,飞行员在飞机坠地之前,与自动防湿速系统搏斗了长20多分钟,但是忠告失败,飞机最后就会出力转毁。 考虑的群众的安全,中国的波音737MAX系列飞机,在爱在航空事故后,全球率先停飞事实上,之所以波音737MAX8,可机会加装这一看似,保险的自动防湿速系统,根源就在于该机换装的尺寸更大的C型发动机。 之前的上一代波音737MG系列飞机装备的是CF-M公司生产的CF-M567系列高寒刀比波扇发动机,为了进步以延长737系列飞机的生命,挖掘其赶尽潜力,并且与空客公司的A320系列抗衡,波音公司在2011年开始,研制新一代波音737MAX系列飞机。 该系列客机最为显著的改进之处,就在于采用了直径和推力更大的LEAP-1B高寒道比波扇发动机,同样出自CF-M公司,其同系列的LEAP-1C发动机,配装我和C919客机,CF-M567涡扇发动机的风扇,直径为1.55米,而LEAP-1B涡扇发动机的风扇,直径增大到1.77米。 LEAP-1B涡扇发动机特写,为减小舱内噪音,其采用了弹壳型整流罩弹式,波音737客机,在原本的初始设计中,根本没有考虑到安装直径如此之大的高寒道比波扇发动机,其主体落架相对较短。 如果要加强主体落架,则主体落架仓,也要随之增大空间,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,几乎等于要设计机身布局,这对于波音公司来说,也是难以接受的。 所以,波音公司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方案,在波音737MAX八克机上,叫LEAP-1B涡扇发动机的安装位置前移并排高,由此就带来了该机在某些飞行状态下,容易进入大洋角失速的隐患。 而为了销出这个隐患,波音公司又像是打普丁一样,在为波音737MAX八克机,加装一套自动防湿速系统。 最后没想到是,自动防湿速系统,这个原本为了挽救机组人员和乘客生命的普丁,竟然成为了夺走数百名无辜生命的毒药。 英国进口F-4后,发展了采用英质自败MK202发动机的型号其实,为飞机换装更好的发动机,以取得性能上的大幅提升,在军用飞机领域,也有不少前生之间和成功案例。 比如,英国曾经为从美国采购而来的F-4贵2战斗机换装本国的斯败MK202涼窝扇发动机,代替原油的J79涼喷发动机。 其处中是很好的,但是结果却差强人意,F-4贵2战斗机换发后,忽然航程有所增加,但是最大平飞速度和使用声线却下降很多,以至于其再也无法上任高空高速截击任务。 印度空军也曾经希望用AL-3LF磨扇发动机,装备在米格20机上,代替其原油的229B磨噴发动机,最后也是发现得不偿失。 因为有了更好的选择,坚实战机在研发过程中,经历了换发插曲而谈的成功案例,也有不少,不过都是在设计阶段就解决了换发问题。 比如,我国语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骁龙战机,其最初设计是准备装备美制F-404涡扇发动机,后来更换为额制2D-9,3涡扇发动机。 而坚实战机最初是按照配装窝喷附15发动机设计的,后来才换装为额制AL-3LFN,并且进行了后机身修行,大幅降低了飞行阻力。 让我教组的验龙战机进行转会设计,要坚实战机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